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就是偷的意思 to steal 零 包 掩耳道零就是to cover one's ears while stealing a包 好 那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thismandarin.com to get Peppa Pig Chinese video course lesson 1 video for free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年轻人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年轻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很多年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年轻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年轻人 年轻人 就是他的年纪不大 年轻人 有一天 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有一天 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好 有一天 one day 有一天 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户 户 户是一个measure word for family 好 我们会说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户 户 人家 人家 这一层楼住着三户人家 这一层楼住着三户人家 好 那我们说三户人家 这个人家就是家的意思 或者家庭 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用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人家 我们会说一户人家 我们会说一户人家 we can't say一户家 no that is not correct 好 一户人家 三户人家 那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大门上 好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户人家的大门 大门上挂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挂 挂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挂 挂 墙上挂着两幅画 墙上挂着两幅画 好 墙就是wall 墙上 on the wall 挂 挂着两幅画 好 那这个 符是measure word for paintings 画 两幅画 墙上挂着两幅画 好 那有一天 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精美 好 我们来看一下精美 精美 美 美就是美丽 漂亮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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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美的礼物 是他送给你的 这个精美的礼物 是他送给你的 好 那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好 我们来看一下铃铛 铃铛 好 那这个就是铃铛 那在知乎人家的大门上挂着一个铃铛 这个铃铛是一个精美的铃铛 他非常喜欢 他非常喜欢 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非常喜欢 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铃铛 因为这个铃铛很精美 非常漂亮 他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偷 偷就是steal 偷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偷 偷 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那偷别人东西的人 我们叫小偷 小偷 好 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他非常喜欢 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可是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可是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可是 可是 就是但是 不过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 就 一 就 好 一碰 就会 响起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一 就 一 就 以下课 我们就去吃午饭 好吗 以下课 我们就去吃午饭 好吗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碰 碰 就是碰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碰 碰 碰 别碰这杯水 非常烫 别碰这杯水 非常烫 好 那这个 别碰就是 不要碰 不要碰这杯水 非常烫 那烫就是很热的意思 烫 好 别碰这杯水 非常烫 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当当当 是这个铃铛发出的声音 好 当当当的响起来 响 响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响 响 上课的铃声响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 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那响起来 好 这个起来 在这里是开始的意思 就会开始响 好 那可是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这该怎么办呢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好 那这样就是如果一碰 这个铃铛就会响起来 那这样的话就会被别人发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发现 发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发现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很热情 他发现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很热情 好 那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好 别人就是other people 被别人发现 这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该 该就是应该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该 该 我该把这件事告诉他吗 我该把这件事告诉他吗 就是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吗 好 这该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 好 怎么办就是how to deal with it 怎么办 好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想 我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吗 于是他想 我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吗 好 那于是他想 于是就是then 好 于是他想 我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耳朵 耳朵就是years 好 这个是他的耳朵 他把耳朵捂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捂住 捂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捂住 捂住 声音太响了 他不得不捂住耳朵 声音太响了 他不得不捂住耳朵 好 那声音太响了 好 这里的响是一个adjective 就是声音很大 就是声音太响了 就是声音太大了 他不得不捂住耳朵 不得不就是have to 他不得不捂住耳朵 好 我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吗 这真是个好办法 这真是个好办法 就是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这个e is skipped 好 这真是个好办法 好 办法 办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不要着急 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不要着急 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好 这真是个好办法 你们觉得呢 这是一个好办法吗 于是 晚上 他来到这户人家的大门前 准备把铃铛拿下来 于是 晚上 他来到这户人家的大门前 准备把铃铛拿下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准备 准备就是prepare 准备把铃铛拿下来 拿就是take 下来就是take down 好 下来 拿下来 他刚一动铃铛 铃铛就开始 当当当的响起来 他刚一动铃铛 铃铛就开始 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一动铃铛 刚就是just 一动铃铛 好 那这个是 一和就 一就 as soon as then 好 那这个动 就是碰的意思 to touch 一碰铃铛 或者一动铃铛 好 他刚一动铃铛 铃铛就开始 好 开始就是begin 当当当的响起来 好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起来就是开始的意思 就是开始想 那我们用开始 也可以和起来一起用 we can use the 开始 and then 起来together 好 开始想起来 开始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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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刚一动铃铛 铃铛就开始 当当当的响起来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好 他怕别人听见 就是听到的意思 马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马上 马上就是立刻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马上 马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马上 马上 电影 马上就要开始了 电影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以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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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今天是周末 不用去上课 他以为今天是周末 不用去上课 好 好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可是 他捂的是自己的耳朵 可是 他捂的是自己的耳朵 好 我们说 他捂住耳朵 是他自己的耳朵 只有自己听不见 只有自己听不见 好 那听不见 就是听不到 好 只有自己听不到 因为他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大家都能听见 当当当的声音 大家都能听见 当当当的声音 好 那因为大家 别人没有捂住耳朵 所以别人还是可以听到 这个铃声 当当当的铃声 最后 大家把这个小偷抓住了 最后 大家把这个小偷抓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 finally 大家把这个小偷 好 好 那小偷就是 偷东西的人 小偷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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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走了我的钱包 小偷 偷走了我的钱包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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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这个小偷抓住了 抓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抓住 抓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抓住 抓住 他 他 偷走了我的书包 快 抓住 他 他 偷走了我的书包 快 抓住 他 好 那这个就是 掩耳盗铃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小偷呢 他捂住自己的耳朵 他觉得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 所以 他是自己 骗自己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复习生词 年轻人 年轻人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 住着一个年轻人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 住着一个年轻人 户 户 人家 人家 挂 挂 精美 精美 铃铛 铃铛 有一天 他发现 在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有一天 他发现 在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偷 偷 他很喜欢这个铃铛 他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他很喜欢这个铃铛 他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一 就 一 就 碰 碰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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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碰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就会响起来 他一碰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就会响起来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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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 该 那他一碰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就会响起来 别人就会发现他 这该怎么办呢 他一碰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就会响起来 别人就会发现他 这该怎么办呢 耳朵 耳朵 捂住 捂住 他想 要是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 他想 要是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 办法 办法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 马上 马上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以为 以为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 小偷 小偷 抓住 抓住 最后 大家把小偷抓住了 最后 大家把小偷抓住了 好 那现在我来读一遍这个故事 没有拼音 掩耳盗铃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子里 住着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 这个人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他非常喜欢 想把这个铃铛偷走 可是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 当当当的 响起来 这样 就会被别人发现 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 他想 我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不就听不到 铃铛的声音了吗 这真是个好办法 于是 晚上 他来到这户人家的大门前 准备把铃铛拿下来 他刚一动铃铛 铃铛就开始 当当当的响起来 他怕别人听见 马上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可是 他捂的是自己的耳朵 只有自己听不见 大家都能听见当当当的声音 最后 大家把这个小偷抓住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住在哪儿? 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住在哪儿? 对了 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住在一个村子里 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住在一个村子里 好 第二个问题 有一天 他看到了什么 非常喜欢 有一天 他看到了什么 非常喜欢 对了 有一天 他看到一户人家的大门上 挂着一个精美的铃铛 他非常喜欢 他非常喜欢 他非常喜欢这个铃铛 好 第三个问题 他想偷走这个铃铛 可是遇到什么问题? 他想偷走这个铃铛 可是遇到什么问题? 对了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铃铛只要一碰 就会当当当的响起来 这样就会被别人发现 好 第四个问题 他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 他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 对了 他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好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对了 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就听不见铃铛的声音了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他就听不到铃铛的声音了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听不见了 好 第六个问题 最后 这个年轻人把这个铃铛偷走了吗? 最后 这个年轻人 把这个铃铛偷走了吗? 对了 没有 最后 这个年轻人没有把这个铃铛偷走 大家听见铃声 把这个年轻人抓住了 最后 这个年轻人 没有把这个铃铛偷走 大家听见铃声 把这个年轻人抓住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希望你喜欢 如果您找到我们的视频 如果您找到我们的视频 帮助我们的视频 请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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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